你不要睡啊 不要睡啊 我们不是刚刚醒吗 怎么又睡啦 阿姨带你去看画画 好不好呀 阿姨 我们这个小可睡虫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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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好吧 我好 你好吧 我好 我好 阿姨 今天天气真不错 帮人带孩子呢 谁家的小孩啊 冬家的小孩 阿姨 今天好冷啊 我先带他回去了啊 再见啊 再见 再见 小管 孩子 是不是小强的 你怎么晓得的 直觉 叫什么名字 嬷嬷 大名呢 我不晓得 小强住这附近呢 阿姨啊 我出来太久了 我要走了 再见啊 小管 你用不着这么躲着我呀 不是的 阿姨 我出来那么长时间了 我再不回去啊 小强姐要讲我的呀 我走了啊 再见啊 明天我想和你们一块儿回安徽 你骗我 没有 我离开家都这么久了 其实我还挺想你 也挺想爸爸的 我想回去看看 太好了 你 你什么时候决定的 看来你跟于小强在一起 还真是有变化 又跟我买衣服 请我吃牛排 还答应跟我回安徽 妈妈太高兴了 这次上海之行 我没白来 干杯 干嘛呀你 你猜我今天遇见谁了 谁呀 小管 就以前咱家那中展工吗 那怎么了 你猜他在帮谁做事啊 谁呀 于小强 他在帮于小强带小孩 是吗 我今天看到那小孩了呀 长得挺好的 额头高高的 养得白白胖胖的 可惜睡着了 眼睛闭着 看不清楚 可是我那个感觉呀 这孩子 没什么 说 不是 就是看到小强的孩子嘛 毕竟他也曾经当过我的媳妇嘛 我们也在一块儿住过七年 心里有点感慨 这话让蓝心听见 又得不高兴 我知道 我知道 所以这话咱们到此为止 你这次回去多久啊 最多也就待一个星期吧 这么多年没回家了 你回家一趟也不容易 你就多待些日子呗 那你要待多久啊 我不说了吗 我待一个星期啊 你脑子在想什么呀 你有没有听我说话呀 你刚说什么了 我说你这次回家 如果你妈他们让你跟我离婚 你怎么办 那我肯定宁死不屈 你都跟双打了一样 你还宁死不屈呢 他们又不是阶级敌人 你要能屈能伸 以礼服人 你这次回家 跟你爸多聊一聊 男同志之间也好沟通 你跟你妈说 至少我们每天给她打一个电话 至少半年回家一趟 她会不会就放心了呀 我做不到 天天都给家里打电话 但是我可以保证 每个星期 我都会打一次电话回家 我做不到 每半年都回来看你们一次 但是我保证 每次过春节的时候 我都回来陪你们吃年夜饭 我也做不到 在家里帮忙打理家业 我想待在上海 因为我想当电脑工程师 佳明啊 你能够回来跟我们说这番话 爸爸就很高兴了 老爸 你看咱儿子是不是变了 我相信全天下的父母 我都会原谅自己的孩子的 爸 妈 是吧 那还用说吗 好了 来 你跟我进来一下 看看怎么样 这些字都是你写的啊 是啊 来 调一副 我回头表好了送给你 不用不用 我自己表就行了 爸 你可以啊 自从你离家出走之后啊 你爸爸就开始练字了 来 你看看 这俩幅 我不是臭美啊 你看这俩幅字 有点大师的风范吧 包大师 包大师练字啊 没有什么捷径 我就是 一个字一个字地写 一笔一画地练 我想啊 这有朝一日 我儿子准会回来的 等他回来以后 我要让他看看 他爸爸是每天都在进步 爸 你这么说 还真让我惭愧啊 不过 你离家出走这事呢 爸爸也有责任哪 如果说当初 我尊重一下你的选择 也不至于这么多年 见不到你 怎么样 这些年在外边 吃了不少的苦吧 都快苦死了 可谁让我是您儿子呢 每次我都能绝处逢生 苦尽甘来 大学里学的那个专业没丢啊 丢不了 我现在在家电脑公司上班 工作很稳定 那就好 家明啊 你妈这个人哪 她就是刀子嘴斗福星 她只是担心啊 你在外边 会吃苦 不知道在家里哭了多少回 你这次回来啊 好好陪陪她 我就是担心她呢 还是那脾气 她也是为你好嘛 你想想看 哪有当妈的和自己的儿子做对呢 行行行 我知道了 我有分寸 爸 咱们家那生意怎么样啊 麻麻糊糊吧 爸爸老了 我现在的心思啊 已经不在这上面了 家里的多半生意 都靠你妈妈一个人打理 您哪儿老了呀 瞧瞧 比我帅多了 比我帅多了 跟老头子开玩笑 好在啊 我心态很好 练字练的 也许吧 来来来 赶紧挑衣服 这个好耶 这个好耶 爸 我叫这个 这种啊 一来是机器老了 羞羞坏坏 二来呢 你们老是放着不管 想着就上个发条 想不着就不上 老是走走停停的 所以啊 你那天回来偷糊糊本啊 把钟给调准了 还上了发条对吧 我跟你妈一看就发现 你回来过 我从小就是听着 滴答滴答的声音长大 对着钟有特殊的感情 看着她不走 我心里就难受了 给她上点油 应该可以走得准点了 你妈说你那变化大 我也看出来了 你说从前 你什么时候想起来 给家里做点事啊 我现在长大了 行了吧 看见你现在这个样子 爸爸真为你高兴啊 这是一个视频聊天的软件 爸 你看啊 照有一个内置的摄像头 你把这个软件打开以后啊 就看着这个摄像头 只要我在线上 我就能看见你 你也能看见我 真的啊 咱们就能聊天了 还能看见你啊 来 你来试试 这特件呢 我点 点点哪个 点点这个 等等等等 家明啊 你还是啊 从头再教我一下 怎么操作 好嘞 老爷子 快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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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啊 小管 大姐 葬祖了 你跟泡泡姐来看你来了 你们怎么来了呀 该给妈妈喂奶了 好的 就想来看看你和孩子 怕你太当回事 妈妈说 就不要提前打电话告诉你了 家明呢 回安徽了 肯定是被她妈妈带回去了呢 我去看看我干儿子 我去看看我干儿子 妈妈 我去看看我干儿子 阿姨 快坐 好好好 你还带东西 小强啊 家明真的被她妈妈 拽回老家了 那么多年了 她是该回去一趟了 可是家明也太糊涂了 结婚这么大的事 怎么可以让别人来 她假扮自己的父母呢 又怎么可以去偷户口本 还笑得出来 郑阿姨 不怕你笑话 不管家明做什么事 我都能原谅她 她带给我太多的快乐了 是别人无法想象的 可是家明这么一走 你就不担心她妈妈 不让她回来啊 我不担心 她肯定会回来的 小强啊 阿姨说句不该说的话啊 你们俩差距这么大 您又有思想准备啊 阿姨 我已经准备好了 家明已经把她最好的年华 都给了我了 只要我们俩现在是幸福的 其他的我都不在乎 爸 这幅字我会好好表起来 把它灌在墙上 好的 我们会继续练下去了 家明 户口板拿着 赶快把婚离了 离完就赶快还给我 千万别丢了 你急什么呀 她还没走吗 我就是提醒她 别把头等大事给忘了 拿着 妈 你坐 我有话跟你说 等等 鲍家明 我也有话跟你说 你和你爸爸和我说什么都行 但你千万别说我不爱听的 儿子想说什么你让她说完吧 爸 妈 五年前 这些年 我不应该离家出走 我一声招呼都没打 就这么不辞而别 这做法特幼稚 这些年 也让你们操了不少心 我向你们道歉 现在我长大了 我终于明白 家 家 对于每个人 有多么重要 胡靠边我不会带回去的 我不会跟她离婚的 为什么 圈套 这是个圈套 我就知道我上了你们的当 哪有什么圈套呀 你能不能别去想那些乱七八糟的 我才跟她结了一天婚 我第二天就跟她离婚 我 我不知道江明成什么人了 你们儿子可不是那种随随便便 是婚姻如儿戏的男人 那么你随随便便 瞒着我们 把这个婚就结了 这又算什么男人呢 这是我做的不对 可是我在上海已经跟你认过错了 我不接受 我告诉你 你今天不拿着这个户口本 去给我把婚礼了 你别想再进这个家门 妈 我求你了 小江她是一个好女人 她之前受了很多委屈 吃了很多苦 现在她跟我在一起很快乐 眼看着她的生活就有希望了 如果我回去跟她离婚 她这一辈子就被我毁了 她这一辈子就被我毁了 妈 你也是女人 你就不能涉身处理地 为她想一想吗 江明 你起来 起来呀 我问你 你真的不在乎别人在背后议论你 娶了一个比你大 还离我婚的女人吗 我不在乎 我只觉得跟她在一起心里很踏实 我想跟她好好地过日子 那你真的想好了 要去做别人孩子的爸爸吗 我早就把妈妈当自己的儿子了 现在我不管做什么 不管我在哪儿 我心里都装了一个家 我知道在这个家里 有我的老婆和我的儿子在等着我 那好 我再问你 作为一个男人 你靠什么去养活你的妻子 还有那个孩子 妈 虽然我没兴趣接受我们的家业 可我也不是一个有手好闲的人 这些年 我没跟家里要过一分钱 我有能力养活自己 所以我相信 我也有能力养活这个家 我现在是小强的丈夫 毛毛的父亲 我要让他们过上好的生活 这是一个男人 最起码的职责和担当 儿子 你真的长大了 尽管我非常不喜欢 你们用这种方式结婚 对你不愿意离婚 只能够沉默 爸 现实 这 这并不代表 好 我就同意你们这种婚事 有一天 你会同意的 为什么 你是答应过我的 爸 你别哭了 我会证明给你看 小强她是一个好女人 她会成为你的好儿媳妇的 你怎么会有的 包家明 你死了这条心吧 余小强 我是绝对不会认的 你要敢把她带进这个家门 我就撞钱给你看看 你信不信 阿财 来 小强 小强 就这样走了啊 爸 爸 你们多保重身体 我走了 好此为之 谢谢爸 我 你别哭了 我 你 你 我 好看吗 这是你买的情侣睡衣啊 好看吗 我会穿的 我是问你好看吗 我不仅在家里穿 我上班也穿 我给你出去看电影 逛街 买东西的时候 我都会跟你一块儿穿的 穿出去多难看呀 你知道就好 你不喜欢就脱了吧 我喜欢 我喜欢跟你一块儿穿 要能看就一起难看呗 老公 你走这几天 我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啊 我也想你 我以为你会把我给丢下了 你又口是行非了 你要真这么想 你去买一套这个情侣睡衣干什么呀 我要把你丢下来 你买给谁穿呀 我再找一个呗 我再找一个呗 找得着吗 我当然找得着 你要能找到一个 跟我身材差不多的 那很容易 但你要找一个 能把这么难看的睡衣 穿得这么好看 还能穿得这么高兴的 不可能 原来你说的难看 我 原来你说的难看 你知道就好 咱俩拍个照片 我发给我爸妈看看 别拍了 我还没问你呢 你这次回老家 你爸妈对咱俩的事 到底是什么想法 我爸说了 他不支持 但也不反对 我妈呢 她也没像在上海的时候 那么激动了 至少 她没逼我 拿护会本回来 跟你离婚 你一说离婚 我这心里面就揪了一下 你别着急 我已经按照你的指示 给我爸妈的电脑上 装了视频聊天的软件 而且我也答应他们了 每年春节我都会回去 一个星期 会给他们打一次电话 你什么脑子呀 我的吩咐是 每天打一次电话 半年回去一次 你怎么就自说自话 自打折扣了呢 我得做得到 我才能跟他们说呀 这个得慢慢来 我是这么想呢 现在解决不了的问题 咱们就交给时间来解决 我相信 时间长了 他们一定会接受的 你爸妈不接受我 肯定是觉得我配不上你 就算我们俩穿上情侣装 还是挺不般配的 其实我也想了 如果有一天你离开我 我也应该感谢你 毕竟你把你最好的年华给了我 人的一生 至少该有一次 为了某个人而忘了自己 不求结果 不求同行 不求曾经拥有 甚至不求你爱我 只求在我最美的年华里 遇见你 不要哭 你怎么不早说呢 我刚想起来的 你要早说的话 我也不用费这么大劲了 把婚姻离不得了 把婚姻离不得了 你再说一遍 我再说一遍 你就是口是心非 我跟你们说啊 余小乔那儿子啊 人见人爱 车见车仔 真心好看啊 那凯思姻 他跟那个帅的小电脑幸福吗 嗯 口说无凭 多有照片 凯思姻 干脆发我邮箱吧 让我也沾点血气 行 我帮你们两张啊 一张啊 是他们的一家三口 一张是他们的一家三口 一张是他们的一家三口 是毛毛的百日照 嗯 好 发了 凯思姻 我没收到嘛 我发了啊 没有啊 我看看啊 完蛋了 完蛋了 怎么了 我发到公司公共邮箱了 那不好嘛 大家都可以看啦 对吧 你懂什么 我闯大祸了 我闯大祸了 你进 你看 什么意思啊 修幸福还是给我难堪啊 他们的照片 怎么会在公司的公共邮箱里啊 公司上下都看到了 你知道吗 他是故意让我难堪的 我不管 你必须给我个解释 你先别激动 这事我知道 可惜跟我说了 是他误翻了 误发 对 他说误发就误发 怎么早不误发呀 偏偏误发你前妻的照片 怎么了 怎么了 你问我怎么了 你看啊 你看啊 你看那一脸幸福的样子 你也很得意是不是 好烂心 我不想跟你吵架 但是我得告诉你 就因为这么一点点小事 你把我从公司叫回了家 这一点令我很反感 刘光耀 那我也告诉你 那我也告诉你 你前妻的照片出现在公司的公共邮箱里 这一点我也极其反感 那随便你吧 我后就上班了 开除凯西 你说什么 我说开除他 我怀疑他俩是一伙的 我怀疑他俩是一伙的 你凭什么怀疑 就因为人家发错了一个邮件吗 你凭什么怀疑 这是很好的理由 这是很好的理由 我讨厌关于于小强的一切任何事 我讨厌关于于小强的一切任何事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我讨厌关于小强的一切任何事 你敢 光耀 你们没事吧 没事吧 没事吧 没事那你在这待着 你不用上班呢 我是上班 去啊 好 那我先上班了 我想说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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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 蓝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小管 阿姨啊 你这么久找我有什么事啊 我家里还忙着嘞 来 坐 我那天哪 打这儿给我碰到你 所以我就想打个电话给你 我想 阿姨 你有什么事情啊 我想看看小强和孩子 那你为什么不再借走小强姐呢 小管啊 你也知道的 阿姨我这个人心高气傲 今天能把你找出来这么说话 也算是低声下气了 小管啊 你在我家里 我对你还可以吧 好的 你想啊 我跟小强啊毕竟婆媳异常 现在他生了孩子 我去看看他和孩子 这也是天经地义嘛 阿姨啊 这样吧 还是我回去问一下小强姐吧 阿姨 你晓得的呀 我不是一个喜欢乐事情的人啊 上次啊 我跟你碰头的事情 我都没有敢告诉他啊 你这次又想去见他 我觉得吧 我 小管 毕竟我和小强七年的婆媳关系啊 虽然现在他们离婚了 但是亲情还在 感情还在 是不是 来 喝茶 阿姨 我不能说的 你拿回去 拿回去 阿姨 这样子好嘞 我回去啊 再跟小强姐讲一声 好吧 我 小管 麻烦你了 谢谢啊 好好好 我回去问他一次啊 好 阿姨我走了啊 再见 再见啊 再见 再见 大姐 有一件事情我不想瞒你 其实上次啊 我就见过高黄阿姨了 我是不想搞出什么事情 所以我就没有告诉你 所以我就没有告诉你 他今天又约我了 我又不好拒绝他 他其实也不是找我 他是找你的呀 你要不 打个电话给他 妈 妈 担心哪 妈今儿有点累 不想做饭 出一吃吧 行 妈 有件事我想跟您说 前两天呢 我去了趟医院 做了个全身检查 医生说呢 我各项指标都很好 非常适合怀孕 我跟老刘商量了一下 我们打算不避孕了 要孩子 你们还避孕呢 是老刘工作太忙 他不想要孩子 他不想 我想啊 我多希望家里头 能够有个孩子 跟我作伴呢 是是是 都怪我 我心疼他太忙 自己吃的避孕药 我向您保证 从今天开始不吃了 别吃了 你这个年纪啊 怀孕正好啊 您放心妈 我一定给您生个大胖孙子 加油 喂 哪位啊 小强 于小强啊 老阿姨 那个小管说 让我给你打个电话 到底什么事啊 真的欢迎啊 好好好 我马上就来 小管 老太太现在在家里 说话可能不太方便 她找你到底什么事啊 老太太到底跟你说什么了 你就实话实说吧 老太太到底跟你说什么了 老太太到底跟你说什么了 她就是想看看你和孩子 蓝心啊 别往心里去啊 我在公园呢 碰到小管 小管现在啊 在帮小强带孩子 从他生了孩子之后 我也没理他 从他生了孩子之后 现在知道了 总要去看看 是吧 对 对 妈 应该去看看 大气 蓝心啊 放心啊 你只要不避孕了 很快就会有孩子的 嗯 嗯 这得买点东西去 哎呦 要包个红包吧 啊 啊 啊 蓝心啊 你放心 你要生了孩子 妈一定更疼的 啊 知道的妈 您快准备吧 啊 那我走了 妈 如果您不介意的话 我和您一起去吧 你也去啊 嗯 你红包准备了吗 没找到 我放信封里了 嗯 结婚的时候人家送的 正好今天派上用场 真细心 好 一会儿我再车上换 来 那我走了啊 妈您就让我和您一块去吧 嗯 不是啊 那个 小强电话里说 欢迎我去 我都想好了 如果与小强介意的话 我就在楼下等您 您一个人出门 我不放心 再这儿说了 我现在是您的儿媳妇 这一家人去送祝福送爱心 有谁会不接受的 于小强 不是那么小家子气的人 那 好吧 来还拿那么多东西啊 这是妈和我的一点心意 今天我不请自来 你不会介意吧 不会的 你小强大气得很 对对对 小强啊 我在公园那儿看到小馆带孩子 就急着想来看你 生孩子可是大事啊 妈 你发现没 这小强生了孩子 好像更漂亮了呀 那当然了 当妈妈的女人最漂亮了 是啊 小强 以前咱们有什么 木会我做得不到的地方 你就别往心里去了啊 好了好了 今天不谈这个 行 小强啊 孩子呢 刚睡着了 在屋里呢 好 我去看看见 慢点吧 孩子 是光耀的吗 你今天是为这个来的吧 你希望孩子不是他的对吧 孩子就是刘光耀的 我可以去做亲子鉴定 我去做一个比达的 我去做一个比较的 我去做一个比较的 可以吃温鸭 我去做一个比较的 你好 你快要去看吧 可像了 真的 那我得去看看 你急一点 急一点 没吓到孩子 好嘞 好嘞 小强 孩子是光药的对不对 事与不事都不重要了 我知道 我知道孩子是光药的 可是我要听你说 你告诉我 孩子是不是光药的 现在说这个 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都是过去的事情 可是孩子如果是光药的 怎么能就过去了呢 我现在已经结婚了 我不想总是 跟过去纠缠不去 不纠缠 不扯过去 可是小强 我把光药白日照片带来了 刚才禀了一下 你看 一模一样啊 小强啊 你是知道的 我多盼望个孙子 我多想当奶奶 你让我这个奶奶 为孙子做点什么 好 妈 妈 那好孩子好可爱呀 是吧 白白胖胖的 睡着了好乖对吧 可是我怎么没看出来像光药啊 小强 我还可以来看看她吗 妈 红包 来 给孩子 这红包我肯定不要 这个你一定得要 我们中国人的习俗 你收下了 对老人家好 对孩子也好 是啊 小强 妈的一份心意 你就收下吧 好吧 妈 妈 红包也给过了 孩子也看过了 咱们该回家呢 不好打扰人家太久的 那行吧 好 那 我走了 仲敬的 我寻死的 你身边不得关重 上倍的 我留下来了 在旊底下上 帮我留下来的 宝篮 我留下来的 慢慢老去 是否还来得及 说一生在一起 真的不容易